但这个质感怎么感觉得像 哇塞大家好 我是库马 真是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已经很久没有发这样露脸 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话的视频了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学校真的整个学习都在 带风校啊 出校门真的太麻烦了 没啥可拍的 而且我们这学期设计还多 也没人帮我拍 所以很多想拍的东西想拍的点子呢 只能等放假回去在家里拍 或者像今天这样呢 来到北京的办公室拍摄 所以这一次呢 给大家整点不一样的分享 且有奶罩收割者 I saw broken 经由口罩收割者 Kicks Vision Kuma 我这里带来的都是各大运动品牌 为就是疫情而出的口罩 希望对屏幕前爱好运动 或者不喜欢普通口罩外形的你 有所帮助 那么这次我一个会分成三个part 第一个part呢 是我认为相对而言在外形上较为普通的 第二个part呢 是我认为设计比较出彩的 第三个part是比较特殊的一类 就算完后呢 我都会带来佩戴展示 但为了不受我长相的影响呢 办公室里都只是买了一个假人头像 来做佩戴示范 我还是长得好看点吧 话不多说赶紧来看看都有些啥吧 第一类呢就是像 阿里达斯Originals Rebook 和 Nike这种 非常普通标准外形的口罩 只是简单的加了个logo而已 给我感觉就是 就这 几十块钱买一个口罩 居然只是简简单的加个logo为名 也太不用心了吧 就两块布平抵在一起的设计 你值不了几个钱吧 你如果说这还有设计什么在里面 我觉得真的过分了 Nike呢还是动了一点小心思的 加入了一个调节扣袋耳挂 从而适合布隆大小的头型 那么这三款口罩的价格呢 我也就在网上大概来看了一下 像这款阿里达斯Originals的口罩呢 是100元三个 而这款Rebook的口罩 尽管跟阿里达斯的是几乎完全一样 但是它的价格却是卖到了79元 而这款Nike呢 我则是看到大概是在60元左右 这三款口罩呢 其实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像在阿里达斯跟Rebook的这个后面 其实都加上了WashDry和Reuse的质量 也就是说它是完全可以 脏了之后 你拿去水里搓一搓 下个图又可以重复利用的 相比之下的话 比你平常买一个口罩 用完就丢的话 还要更节约 也不会带来那么多的浪费 第二点呢首先就要介绍的是 是这一款来自阿里达斯的 虽然不说它有多么奇特的外形设计 但可以看出它还是有在用心的 而且在用料的速度方面呢 要远远比刚刚那三款要舒服得多 在内层也是可以触摸得到 很厚的一层类似海绵的材质 采用了阿里达斯的 Iso Chill的科技面料 能够很快的分散皮肤的热量 再也不会出现戴口罩闷热的感觉 但这个质感怎么感觉得像 这款口罩 199元的售价 我这三个可以一个买一个的 你觉得贵吗 觉得贵了 扣个一在弹幕里面 觉得不贵的话扣二吧 比较天性的是这款口罩呢 还有不同大小的尺码 我拿到的这一款呢是 SM MD型号 比较适合我这种脸小头小的 当然还有更大型号的 适合那些脸大头大的朋友们 也是非常非常的贴心 小明要买的话 恐怕得买最大的了 因为他头好像 第二款呢是来自 Nike的Flyknit口罩 有点口气的是我并没有拿到实物 其实Nike最近推出的鞋款 已经比较少用了 像这样早期的纹路的Flyknit了 这种纹路更多会采用在跑鞋上 但由于强度的问题 现在鞋身采用的Flyknit也不再是这种了 但穿过Flyknit的肯定都知道它是有多么舒服 那么这个口罩的感觉呢 也就跟穿在脚上也差不多 在柔软和贴合度的透气度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毕竟运动的时候 你的脚肯定比你的脸更需要透气 那么比较可惜的是呢 这款Flyknit的口罩 以及刚刚所提到的这一款Nike Swoosh logo的口罩呢 不对外公开售买属于非卖品 只有Nike的内部员工能够拿到 要讲到第三个呢 我就不得不有点私心了 这两款口罩是我认为 所有口罩中最出彩的两款 同时它们都来自New Balance New Balance从年初的992复刻各种年名 一直到8月底2002的复刻 以及一系列的年名活动都非常吸引我 可以说我今天关注的最多的品牌就是New Balance 给New Balance办理啊 New Balance的口罩第一代呢 也就是这一款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就已经发售了 销售价格呢是299元 相信大多数朋友肯定都是第一次见 但是在淘宝搜索的话 居然还能收到伦纳德同款这样的type 使用口罩在外形上的设计可以说是十分的用性了 完整就可以当做穿搭单品来配戴 最吸引我的还得是这个跟电话线似的耳瓜 出现在这样的口罩居然毫不违和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颜色和粗细可以选择 配戴方法也有传统的像这样两侧挂的和我这种 直接把头套进去的 第二代呢则是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在国外的发烧架呢是24.99到3个 不算上转运以及过海关的费用的话 在国内买应该大概是60元一个 可以看到在外形上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区别了 整体变薄了非常多 耳瓜也变成了这样的细线 而且在这个材质的运用上 这个面料的组合方式并不像之前几款简单的叠加 而是融合成了一层 包括外层的面料 TPU以及过滤棉 我说New Balance是2020年最佳品牌 没人反过吧 那么第三类呢就有一点点特殊了 这两款口罩呢并没有太多的防护效果 但是有一些功能性呢 我觉得还是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 首先是这一款comback的 能算是面罩了 相信各位技能玩家对这一类的配件肯定是比较感兴趣的 虽然里面的过滤层也是N95的 但由于它的外型的话 我觉得一般还是很少有人会挂它真的带鼠笼吧 不过后面的这个细铁扣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蛮特别的 而第二款呢则是来自 Essex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稿介绍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 但当我拿到实物的时候 它确实是一个质感不错的护照 但它那次的隔离层的透气孔 未明有一点太大了吧 耳光部分也是采用了可调节设计 更加方便被戴 这款口罩设计出生呢 本就是为了让跑步者在跑步时更加安心 毕竟刚开始疫情的时候 出门去哪都得必须戴着口罩 但是你戴着口罩跑步的话 非常容易湿了 湿了之后你就会 口罩就会贴在你的脸上 很难呼吸 会感觉到呼吸困难 会感觉到胸闷 让跑步者的跑步体验非常的差 所以就设计了这一款口罩 让跑步者呼出的气体能够更快的排出 更加的舒爽 不会使口罩结合在脸部 使跑步的体验更加的舒适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么多款口罩 你最喜欢哪一款 把它放送在弹幕里吧 希望大家在选择购买运动口罩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性价比 就算是为了健康花钱 也得花的值不对吧 不要为了无用设计而过度浪费 国内的疫情又有反弹的趋势 希望大家平常在出门打扮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要做好防护工作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我可不希望视频前的你们 那啥了那啥那啥了 好了 这里是空了 看完别忘记了一键三连在跑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会很快回来的